接着我们进到简报第四页这边 那其实关于这个笔记的服务比较标准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主要有这几个 就是包括了Notion Evernote 还有微软也有个叫OneNote 那其实我以前也有用过这个Evernote的一段时间 不过一直觉得它好像就是只有单纯 寄东西然后好像还是跟我需要的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有用一段时间 但是就觉得要上手比较难 但是今年可能也有些同学有注意到 今年有一个它的讯息 它以前也是当红炸子机 可是今年呢 它应该说前两年它团队就被并购了 然后今年另外一个讯息出来就是 原始的开发团队全部被解散了 所以它的前途不明 所以现在呢也有很多使用Notion的人 使用Evernote的人就怎么样 转移到Notion或是其他的这个笔记软体 事实上还有比较跟Notion类似的这种比较笔记的软体 只是说它的学习相对在台湾看到会比较少一点 那微软呢也有推一个叫OneNote 这两个算是比较同一个时期的 好两个的概念不一样 但是微软这个其实也蛮久的啦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较一下它的特点 就是Notion本身它最大好处就是因为它功能很多 而且呢它很适合就是客制化 这是它厉害的地方 因此呢不同的你用的Notion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景 不会像Google Keeper那样的 看起来都一样 那Evernote呢这一块 它就比较着重在就是你的这个组织 组织的能力上 它有它的优点啦 那么OneNote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是其他这些笔记软体没有的 就是它有手写的功能 所以像我之前去西门高中 有老师就用这个OneNote来当作是同学们用这个平板 的那个什么就是笔记的工具 因为他们都买那个绘图笔 所以呢它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同学呢去做笔记 然后这个笔记可以变成是大家上课的一个共备的笔记 蛮好玩的 所以这个算是它的特色 所以如果你比较习惯用手写的话是 现在的这种工具相对比较少 所以OneNote的算是一个选择 那再来就是协作的能力 基本上这些大部分都有啦 Notion原本就有 那OneNote啦或者是微软 Evernote相对就是要多人共同协作的这个能力相对比较差一点点 那自定化这一块呢就是它是比较OK的 那再来就是Notion很重要的它有资料库的概念 如果曾经有同学以前有学过包括Asses或者像Sequel Server 还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叫什么MySequel之类的 以往我们要比较辛苦去学那些强大的资料库 它可能比Excel提供的功能更多 那现在呢Notion里面也有类就是这样的功能 而且这也是它的强项 那其他这两个就比较没有 那多平台这个都一样 那空间就就是付费的 付费的就有比较大空间 这边原则上的空间都会比较有限 那你有发现我有一个颜色比较不一样的 对不对叫做Look 这个是什么呢 各位微软常常干这种事情 打不过就加入 所以它的以前的Bin 收信情 它打不过Google 所以它就把那个界面改成跟Google一样 然后呢 Canva很红 对不对 所以微软也有推出一个叫Deniner 这个操作界面呢 就跟什么 就跟各位在用那个Canva一样 你看我找一个给你看 我们先找这个Designer 有它的优点 最近我顾了个介绍 它在AI自动排版这一块 比Canva还厉害一点 好所以像这边呢 我就登录进去 你只要用微软账号就可以了 好你看像这样 那你看我们要左手边这里 我要制作你一个AI的简报 好那你就直接叫它帮你生成 这是它的强项 好那它产生之后呢 有了有没有 那我给你一些 那它有些时候也会像这样 就会把你的这个提示词转换成比较标准的提示词的英文 那我就产生一下 你就可以用它的也可以 那甚至你要生成图片啊 这边都有 好反正很快 好找到一个你喜欢的 然后呢你可以自己选择 这里你要的这个比例 假设我要这个比例 它就会帮我调 有没有 好多的 那看你要哪一个 点进去 直接设定 所以以后做简报用这样方便很多 那今天呢 如果你来这里改版了 你看进来了 你看右手边它有很多 有没有 它会自动帮你生成很多 那你只要有改变了它的位置啊 或插入的图片 它右手边又会重新帮你做排版 又会重新再产生很多新的那个版面 再给你看 这个是微软 打不过就加入了 那loop呢 最令人担心的是这样子 在这里 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啊 跟谁长得一模一样 跟notion 所以如果你曾经有用过 这个来你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loop 点进去 进来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中文版农许 OK好来我用别的账号 然后点进来 有没有 但是在这里呢 它的界面其实跟notion一模一样 跟notion一模一样 然后呢 点了 点了这里 我看一下旁边 好 这里插入 就是长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标准的notion界面 好 所以 微软呢 也是什么都有 好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 在我们简报的第五页这里 好 第五页这边 我有稍微再比较一下 它们两个的差异 那其实目前 在微软这边 它是属于测试版 测试版 那它本身是没有资料库的 本身是没有资料库 所以老实讲 唯一的好处啦 就是它有中文 因为我们notion 不好意思 虽然经过了几年 还是看不到中文的界面 这个也是刚开始学习notion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会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 好 所以我们这样简单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啊 应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就是对于notion 它的一个定位上 这里我们在简报第六页这边 还有跟各位提到的就是这一块 它现在比较弱的 或者说我们觉得啦 比较不好推广的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没有中文 当然你可以透过Google翻译 因为它是云端嘛 所以你透过Google的翻译 这样是可以用 大多数功能可以用 那再来就是它没有 直接支援Google日历 你可以透过外挂 因为notion也有很多外挂 跟很多的这些云端服务都一样 那 第三个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要上手最难的 就因为它的功能很多 而且其实相对比较复杂 所以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你先了解它的特点 你这样 待会呢你开始在用的时候 你比较不会觉得说 怎么好像就这样子 好像有点 比较 没有那么友善 我们说它的界面 没有那么友善 这个就是需要你花一点时间去学习的地方 好的 这样子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没有对不对 没有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等一下先带大家 就是先把你的账号先注册起来 好吧 那待会我们再来下课收习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